这里是开户堂北美时间2022年1月9号的晚上 我们下面再讲第四个 这是来自于官方 好像金融时报是中国官方的 官方媒体金融时报预告今年人民币贬值 这边一篇文章 我们给它中国银行 这网友讲 来自于世界财经文哉 世界财经文哉 导读 中国人民银行主管媒体金融时报 发表评论文章称 2022年人民币汇率将面临四差变化 带来的贬值压力 特别提醒企业 特别是进口企业 借用外在企业要树立风险中心理念 有效地对冲 对汇率风险 对冲汇率风险 情防汇率贬值带来的损失 贬值10% 那么就达到将近7块钱 17% 那不算多 那基本上在它的一个震荡幅度 因为现在是高 汇率比较高 人民币所谓高挺压 那么贬下去10% 我估计在这 它要突破10%到15% 一突破 那就是狂跌了 估计大概是这样 那么为什么提醒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理由是什么 其实我们就一直到 对人民币不看好 关键我们也讲过 它到最后保不住汇率的时候 就麻烦了 中国人民银行主管媒体金融时报 发表评论文章称 2022年人民币汇率将面临四差变化 带来的贬值压力 特别提醒企业 特别是进口企业 借用外在企业要树立风险中性理念 有效对冲汇率风险 情防汇率贬值带来损失 文章称2022年将迎来四差变化 一是本外币利差缩小 什么叫本外币利差缩小 二是经济增长差变化 三是对外贸易差缩小 四是风险预期差逆转 风险预期差逆转 文章指出近期都宏观的 这都是宏观的 大趋势下面 它分了几个步法说法 一个是本外币利差缩小 就是你汇率之间利差 而那个波动性 我估计大概是谈这个 第二个经济增长差变化 就是国内经济增长逐渐放缓 甚至是到方向 那么代表着没有强劲的出口了 三是对外贸易差缩小 那么出口也会减小 意味着什么 外资在撤离 我们讲中国的现在的经济汇率 既然是坚挺 是因为外资没有撤离 过去投资的东西 大量的期限没到 没到它不敢动 动的话人家对它开战 四是风险预期差 逆转 风险预期差逆转 它这都是含含糊糊 大家外行的人 文字功底不高的人 经济尝试没有的 你是读不懂这些东西 尤其是对政治不关心的人 所以中国人 你要是不懂得政治 对这些金融系统 你就别想富裕 我们坦率告 不想富裕 文章指出 近期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期 或市场价格显示 联储局3月加息 0.25厘的概率 接近60% 开吵以后加息 目前联准局加息 四次的概率 也约40% 但全球金融市场定价 和风险偏好 并未完全反映 联储局加息预期 一旦联准会超预期 大幅升息 势必将推升 美债收益力 缩小境内外利差 美债收益力提高 人家就把钱抽回去 买美债去了 因为安全 美债又安全 然后收益力又高 就OK了 钱就回拢了 回拢进仓库了 不在外面流通了 所以市面上 货币流通量少了 经济就开始萎缩了 市面流通量货币多了 经济就开始腾飞了 我们今天在开讲的时候 已经讲到过 什么叫刺激 什么叫收入 这是一个很重要 跟你的货币供应量 有莫大的关系 记住这一点 货币供应量有几种 一种是这个 第二个就是 你的那个杠杆 杠杆率 杠杆率太大以后 你要远离一些杠杆率 大的地方 它中间是会很脆弱 因为杠杆率也太大 那么一般是达不到 这个标准和要求 第二 它拼命杠杆率层次太多 那么中间有一个环节破 整个链条就完了 就金融里面 放贷里面 它有个杠杆 它就通过这杠杆 放贷 一个个借贷 就要分了好几层 那么放贷出去 那叫它的金融链 那一段整个 你信念全断 我们再看 一旦势必将推高这一点 所以大家要有一手 投资是最好的 别用二手 三手 四手的投资 二三手 四手 它都很脆弱 那些人都很脆弱 它都在钢丝上走 那么三四个人 走同一根钢丝 都在钢丝上 只要有一个人跌下去 那整个钢丝链全乱了 它是串联关系 记住 一旦联准会预期 真是这样 我们讲到 缩小 跨境资本可能从包括我国在内的新兴市场流出 推动包括人民币在内的新兴市场货币贬值 所以我们讲 大家记住到这点 另外一旦全球金融市场因联准会升息或估值回调出现流动 投资者预期转向可能增大外部不确定性 部分风险还可能通过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动等 取到外溢自我国 也可能增加人民币汇率走势的不确定性 它后面又讲了两条 那关键是看中国的政治走向 按照中国目前的政治走向 资金外流还是挺大的 资金外流挺大的 它之所以有些人讲 它还在往里面流 里面说要讲到马斯克 讲到苹果 就是日本 今天上午讲优衣库的总裁 说的是资本还在往中国流 那么只是个别少部分 个别少部分的有些资金往里面流 流是有几个原因 我们讲其中最大原因 它已经在里面下了根据地了 不可能马上就撤离 所以它一定会坚挺 再一个在中国里面作为根据地 那么得到共产党的保证 得到共产党保证 像特斯拉都得到共产党的保证 优待 什么叫优待 就是拆东墙补西墙 把老百姓的地位转交给他 然后自己借这个机会 也就是共产党要的不是钱 在这个方面它不是要钱 它是要的对方的技术 所以给特斯拉有很多很多的优惠东西 想来进行自己产业升级 说白这是它的用意 所以它的共产党的投资 它不是仅仅是金钱问题 它是政治投资 这个方面是政治投资 让它自己的能量升高 我们讲到的 说白了 中国这个市场我们一直在讲是共产党的私人公司 所以他们只中一个口号 没有共产党 谁跟你饭吃 等于它是控制了这一个奴隶 把这个地方变成了它的私有财产 你们如果认识到这一点才认识到这一点 所以你跟中国人 共产党打交道 跟中国大陆打交道 你必须要看懂共产党 它在里面的定位 否则你如果没这个概念 你跑过去 那就出问题了 所以一到一个国家去 你首先要有政治嗅觉 政治嗅觉 看下这些 因为政治有力量 政治谈起来叫力量 如果它是政治服务于经济的 看谁主导这样的一个国家 如果是资本主导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是政治主导 又是一回事 然后如果是在国民稳定的情况下 那么中间的一种博弈震荡 那就又是一回事 所以你到一个国家去搞投资 你必须要有政治和经济 两个概念 双轨都要有 还加一个人文 人文在中间起了 在人文的基础上 才有政治和经济 人文的导向 人文就是树根 经济和政治就是两个树干 哪个主干哪个副干 就是你要琢磨到这一点 这个方面你要琢磨错了 就全完了 全完了 我们讲到这一点 所以这是要提醒大家的一点 那么共产党提到这一点 它其实给大家打一个预防针 告诉你未来不确定性 但是大概率事件 大概率事件是人民币可能要贬值 那就说明外资测的就差不多了 外资测的 去年开始 前年开始 两年 经历两年 前面半年还没蒙过劲了 后面开始 后半年 也就2020年的下半年和2021年 尤其是2021年 是他们大规模撤资的准备的决定 所以一定要慢慢的撤 撤到后面 现在是尾部了 尾哨了 尾部该撤走了 也就撤走了 剩下就不撤走了 不撤走的也有 什么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人 对大部队都撤走了 还会留下一些星星之火 对吧 留下一些地下党啊 什么干事情 都会有 所以大家不要用那种绝对话的概念 看问题 这一点清楚 所以这样情况都撤走了 人民币基本上就扛不住了 所以他会要贬值 贬值目的就刺激 出口 吸引外资 就是你的美元 再到第二轮再来 那么他必须第一轮都要撤走 否则第一轮不撤走 或者第一轮他能够承受得了 有些人要对他反抗 也反抗不起来 也就是撤得晚的人 你就要损失了 因为他人民币一贬值 那你前面这边全部就没戏了 说白了 共产党在去年这一年 把汇率又提升到 史无前例 我们讲到的 就是最近十来年当中最高位 六块三 六块三 这个就是配合那些撤资的 他想收买国际的大资本财团 留下自己的信用 也就是他对国内老百姓 是一点信用都不要 因为国内老百姓是积压住口 跟他不在一个层面上面 对国际的资本来讲 他必须留信用 因为他靠那帮人吃饭 靠国际资本来支撑他吃饭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们认为从这个角度来 这就是共产党的政治 对那老百姓无尽的压榨 因为你对他没有任何的依赖性 你对他没有任何的需求性 他只是压榨你 你威胁不了他 他对你没有需求 是你对他有需求 所以我们告诉大家 不要活成独立 活成独立 你就不会被绑架 当你活成依赖 你就肯定是被别人绑架 哪怕人家不想绑架你 但是你自动要送上去被人绑架 那你就悲惨了 我们讲到 跟中国人在一起 就有一个郁闷的问题 他不懂这些东西 就像我们这两天举段例子 律师帮他们帮忙 帮忙完了以后 他又自动要去 哎呀要赶紧 不要得罪政府 我还敢 他就是一个奴才 一个奴隶自动被绑架的 你去救他一点都没有 你帮他松绑 他觉得你害他 你害他 所以我们讲不要去救他 没必要救 你活好自己 活好自己 让他自己醒悟过来就行 没有救的余地 我们谈讯现在就告诉大家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明白这道理 所以大家未来要跟着我们学什么 学实际的 学什么 学这个金融操作 包括学投资 学生产 学管理 你怎么去选择 未来的炒产品 去进行投资 那么未来好产品 你一定要关注科技 这个科技无孔不入 哪怕是旧的产业 你一个新的科技进去 对它也是一个飞升的过程 关注科技 关注投资 关注这个货币 关注经济方面 这些东西 甚至还要关注什么 关注我们讲到的 那个 叫什么 你看到嘴边一下忘了 跟这个有关联性的 你的操作性 我们讲到操作性 政治是作为经济的一个铺垫 人文又是政治的铺垫 所以你人文不到位 政治不到位 你不要轻易去玩经济 你玩不了 我们想再告诉你 你会变成别人的什么 变成别人的那个 那个 叫什么 临时的收集室 就等于你的钱 会被后面懂得 人文和经济的 一路子全进去的 我们提醒大家这一点 美国厉害在哪里 就厉害 它的人文基础非常好 所以厉害 它的政治定位 定得非常好 然后它的排头兵是金融 现在的排头兵是金融 它是先锋官是金融 那么后面的核心实力是科技 它的根子是什么 根子是人文 人文 人文这里面所以导致它那个货币 纸张能换你所有的东西 用纸去换你 这是它的实力 所以大家根本就不懂 就以为讲美元 美元什么信用 我告诉你那都是装饰 坦率讲装饰 信用来自于 来自于它的人文 来自于人文 人文的社会 镜像的表面 它的定位 信用来自于人文 和它的政治定位 政治定位 表现出来了就是 我们讲到的信用 那是坚挺的 所以讲到的是这个基础 剩下的就是表面 然后它的主打的 主力军是科技 主力军就是武器 就像你一个军队 军队你的武器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 那么金融呢 金融就是它的子弹 我们叫飞出去的子弹 打出去的子弹 大家慢慢要懂得这样的 思维要活跃到这种程度 你才能看到举一反三 才能看到整体的状态 所以这个人民 中国人民银行 其实就提醒大家 别到最后突然来一个 别说我没有告诉你 告诉你们了 会出现这个现象 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大家我们一直 尽管到借现在 人民币汇率还是高升起的时候 能换的换的 我不知道国内银行 还允不允许换 换到多少程度 换完以后 你还要储存 但是现在大数据 共产党都给你登记 甚至都知道谁在哪里 那你要有一个防范 万一找到过来 你说我借给别人出国了 旅游了 谁带出去了 我也不知道 你就知道 毛毛毛出现 我的外甥或者谁谁 出国了 我再让他带去了 或者你说我用这东西买了 你看进口的东西 这个情况 那是用货币交换的 那没办法 否则他会找到你家里 把你家里抄个底 抄天 把货币再抄走 当然我们讲那是极端时候 极端的时候 那种极端时候 不是不能出现 共产党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他本身就是个土匪 抢劫来了以后 把自己变成一家公司 然后把被抢劫者 都当成他的奴隶 然后他跟外界去交易 跟外界 所以全球反过来讲 从我们在讲一阵子 全球反过来讲 一个国家就是一家公司 美国是最好的股份制公司 全民股份 股份制公司 那叫民主国家 中国那是独资公司 独资公司 共产党就是我是天下 我是独资的 你们通通都是我的马仔 通通都是我养的 换养的会 家文化就是独资公司 家文化就是独资公司 大家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就把这个东西 给大家讲清楚了 你作为你个体 你自己选择 你选择 你要是在独资公司里面 那你就是 而且它是私人公司 公司的话 基本上都是私人 落到你的名下的才行 所以中国就要拼爹 拼你的血缘四足 你是不是红二代 红色血缘不是 那你就没戏 欧美国家是全民股份制公司 所以比较自由 你在里面能够发挥你的 欧美国家 我们讲到这点 所以为什么告诉大家 大家看懂这一点 你就应该 跑到哪里去 你在中国 你要电量电量 你的血缘成分里面 有多少那种红色基因 没有 没有 你趁早别在里面待着 离开你到一个自由的国家 自由国家 你会是一个全民公司 多少都有你一个股份在里面 你多少能够分到红利 什么叫红利 就社会福利 所以你拿到美国的护照 那你就等于美国的股民 就是美国这家公司的股民 那你就有分红 分红就是福利 明白了吗 福利太高了那不行 你把利润都吃掉了不行 像希腊福利太高了 吃掉了就不行了 明白这道理吧 明白这道理 大家再去琢磨琢磨经济 那你就不一样了 完全不一样了 好今天这段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重点提醒大家 共产党已经说了 要注意货币贬值 那么贬到什么程度 他不说 现在共产党还能够控制 只要控制不住了 就要另外一回事 一打开 那个贬值的空间一打开 你再想收回来就很难 我们只是提醒大家 这也说明什么 说明中外之间的经济 开始分水岭 从这个开始 也就外商投资 开始大幅对减 甚至开始撤资了 负流向 不是正流向 是负流向 那另外 他的一个内外交易差 也在大规模缩小 所以未来估计 美元会紧俏 美国再一紧缩 美元就更紧俏了 那你就要等到 下一个美元宽松时候再说 那美国这个方式 就是消灭这些无赖国家 说白了美国美元紧缩干嘛 紧缩干嘛 断你的血管 断你这些无赖国家的血管 我估计后面还会有配合 相应的大招进来 一个大招进来 或者就是把你这些 不肯进入民主化 进入自由市场的国家 清理出去 通过这种紧缩方式 是变相的一种经济制裁 但这个力度 现在你看不出来 它要根据自己的方式 它是这样的 我在制裁你的时候 不能伤到自己 这是美国 欧美国家的原则 不能伤到我自己 我要制裁你 不能伤到我自己 所以它会选择一个最佳的时机 下手 我们讲到这点 OK 今天播报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